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 我们的事情要绝对保密 包括雅丽坤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能说 我知道了 我现在给你一份名单 还是以你的名义 把名单上最能干的人交给我 又要干什么 你不要问 只管执行 还有那批炸药 我把它藏在了一个地方 你秘密把它运走 交给纳曼 但不能出事 出了事 你就自己消失 那我们的白点计划怎么办 一切由我负责 对了 你把那张图交给我 我现在去一趟办公室 哪张图 你说哪张图 难道我们还有许多张图吗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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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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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来 怎么没了 从这批货上可以确定阿姨孤立和沙尼亚是一伙的 只不过比它隐藏得更深 也更危险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未是过早 嗯 嗯 你还是没有听从我的安排 你还是没有听从我的安排 你把货帮助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货装到车上 准备送到哪儿去 啊 我准备给纳曼送过去 八点计划的时间就要到了 再说 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些货 这些货帮助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你啊 你应该明白 对于那些不服从指挥的人 我可以随时处决 我 我只不过 走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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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杀你啊 杀你啊 我知道你是很忠实的战士 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違反了我们的纪律 这样吧 我在阿姨姑娘面前为你求个情 让她放过你 但是你给我听好了 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得答应我 什么条件 你说吧 只要让我参加白点计划 我干什么都行 好 我说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事倒是有一桩 可就是 不知道你给不给妈这个面子 你说吧 我想为沙尼亚求个情 让你不要把她杀了 为什么 她违反了我们的纪律 我知道孩子 但是你不能现在就把她杀了 那样会出大问题的 我们先把她留着继续用 好吧 阿姨姑娘 我是妈妈 是这样的 你从国外回来好长时间了 我一直忙着也没有照顾你 今天呢 我特意准备了一桌本地特色的家常饭菜 我想跟你聊聊天 你有时间吗 好的 我等着你啊 好的 我等着你啊 我等着你啊 你真的 你不知道 我还是不会 我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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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吗 我画大 那幅 内心的还是外在的 二者都有 雅克 不管我怎么变 我都是你以前的阿姨姑丽 我的心永远都属于你 我知道 阿姨姑丽 你离开中国以后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我叔叔在那里做生意的 家境比较富裕 把我接过去以后 一边跟我上学 一边教我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日子过得挺悠闲的 是吗 怪不得你一回来 就像大展身手 原来从小就练上了 你怎么了 阿姨姑丽 我真的爱你 我也是 他不来 我们怎么办 按我说的办 这 你来真的 对 真的 那好吧 我按你的意思去办 好了 你回去吧 好 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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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想干什么 绑架你 杀你 你干什么 阿姨姑娘 你别误会 不是我 而是你妈妈让我绑架你 我妈 杀你啊 很好 你能对我说实话 这就证明 你对我很忠实 你对我忠实 就是对组织的忠实 因为我是组织的化身 既然我妈 让你来绑架我 那你就按她的意思进行吧 我不会让她失望的 你们 你们娘俩 这是干什么 不该多问的 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你就按她的吩咐 去做就行了 记住 这次 你可不能擅自做主 否则 我就要你的小命 我让你集装 你 我叫她 杀你 我去 你 养 喂 董事长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 全都办好了 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我知道了 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血连公司 你好 我是杨远 什么 阿姨姑临被绑架了 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好 我知道了 杨处长 杨处长啊 我女儿阿姨姑临被人绑架了呀 你们可得救救她 董事长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接到报案 正准备过去 董事长 你估计是什么人 绑架了你的女儿 上一次偷运 爆炸装置的人 我把他们的东西 交给你们了 他们借此 报复我 这么肯定 除此之外 我 没有得罪过其他的人 好了 董事长 我们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我们这就过去好吗 董事长请 董事长 你别着急 我们会想办法的 好 您请 杨处 这会不会是 赛利曼设下的 一个苦肉计 让我们相信 他是好人 我觉得 他已经开始意识到 我们在怀疑他了 也不能那么肯定 也许阿姨姑临 真的被绑架了呢 上次我让你 查一下他的身份 你查了吗 查了 但是没什么结果 也好 如果赛利曼他们演出的 是出苦肉计 那我们 正好借机看一看 阿姨姑临的 卢山真面目 不管是真绑架 还是假绑架 我们都要当真的对待 任娜 你现在就带人 去血连公司 上上下下 多仔细地查 是 对于重点的人 要重点讯问 对于重点场所 要仔细地检查 绝不能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 明白吗 我明白了 董事长 你是怎么搞的 竟然去报警 如果警察查下去 不是引火烧身吗 沙尼亚 你不是不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让警方 免除对我们的怀疑 他们来得越多 越当回事 我们就越安全 你现在 立刻派人去检查 一下每个办公室的 监视探头 特别是亚利昆的 赶快去 董事长 警车来了 完了 来不及了 董事长 你是说那些 安在每一个办公室的 监视探头吗 我已经检查过了 董事长 你把当时的情况 详细地说一说好吗 好的 请坐 请 好 当时呢 我做好了饭 打电话 叫他回来吃 但是他却一直没来 到晚上十点 我再打他的手机 他就关机了 知道他和什么人 在一起吗 和副总经理 亚利昆在一起 你是阿姨孤立的助手 也是一起陪他 从国外回来的 那阿姨孤立平时和谁有过节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那阿姨孤立失踪前 你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在我的房间 我和他的母亲在一起 他做好了饭 准备和阿姨孤立一起吃 我们给他打电话 他关机了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阿姨孤立 是在什么时间 应该是下班之前的一个小时 你叫亚利昆 你叫亚利昆 是雪莲公司的副总 对 刚刚上任 你们总经理阿姨孤立失踪前 你们俩在一起吧 是的 你们什么时候分手的 晚上十二点 当时阿姨孤立约了我 我们一起去酒吧 晚上十二点左右 我开车把他送到了冰山别墅门口 我就回家了 莎妮 你赶快到亚利昆的办公室 把他手中的那支烟拿来 不能让他灭掉 董事长 你又开始疑神疑鬼了 亚利昆是我们自己人 你已经考察过许多遍了 还不放心 现在除了乌斯满 我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放心 包括阿姨孤立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要惦记那么多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让你去亚利昆的办公室 好吧 我这就去 杀你啊 是天山牌的 记住了吗 好 混蛋 你在监视我 还对我不放心 不是我不放心 是有人不放心 看吧 里面有情报 看来 我不该救你一命 董事长 为了办案方便 我们的办公地点 就设在你的办公室里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便 行 只要能帮我找到女儿 设在哪都可以 杨冲 监听电话都安装好了 好 柔娜 马上展开调查 对设计此案的所有人员 进行详细的询问 是 请 好 董事长 把详细情况谈谈 昨天晚上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是 我的女儿是他们绑架的 而且不许我报告 让我等电话 知道她和什么人在一起吧 这我还不清楚 真的不知道 那么出事以前 公司里有没有发现 可疑的人 或者可疑的情况 阿西木 查电话位置 董事长 你接电话 阿姨 阿姨 姑娘 你在哪儿 老太后 你知道为什么绑架你女儿吗 我不知道 你别装不住 你把我们的礼物送给了警察 现在要用你女儿的名 把它换回来 你听见了没有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明白得很 你要是敢不听我们的 我们就把你女儿的尸体 扔到您的家门口 现在 你还是先来听听你女儿的哭声吧 阿姨 阿姨 姑娘 你不要怕 妈妈会去救你 我一定去找你 妈 你拿了他们什么东西 快还给他们呀 阿姨 阿姨 我理你不要怕 妈妈一定去救你 你找他们说话 老太婆 你答应不答应 接你五分钟考虑 杨处长 我求求你 救救我的女儿吧 救救她 董事长你放心 我们会想办法的 小张 走 吴董事长回房间休息 是 难道阿姨姑娘真是我姑娘吗 我看未必 或许她就是我们要找的最重要的人 沙尼啊 你把阿姨姑娘弄哪儿了 交给谁了 郊外的一个据点 胡说 郊外的据点 早都撤了 告诉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把我跟你说的事情告诉了阿姨姑娘 然后你们再一起骗我 那又怎么样 我 是不想让阿姨姑娘卷进来 这下好 沙尼啊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你 阿姨姑娘是我的上级 是雪莲 我必须挺她的 难道阿姨姑娘是假戏真唱吗 完全可能 这个时候敌人肯定也在寻找对策 那就惨了 现在她在外面脱离我们的视线 可以指挥白点计划 那我们紧实上当了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她找回来 可是 他们让你亲自把炸药送过去 那就答应邦克的要求 这要还给他们吗 对 别人很需要这些 那我们就给他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质换回来 当然还要请技术专家 处理好这批爆炸装置 杨硕 查出绑匪的电话是在东郊 但是具体的位置查不到 他们使用了干扰器 干扰器 对 他们的设备还挺新鲜的 这说明他们不是一般的绑匪 看来我们这回是遇上真正的对手了 董事长 我见一下杨处 杨处 董事长要见你 进了吧 请 董事长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为了保证你女儿的生命安全 我们决定答应她们的要求 用那批货换回你女儿 你们真的要把那批货交给他们吗 对 可以肯定 这些人正是我们要找的恐怖分子 她们想要回那些爆炸装置 我们就不能糊弄她们 不 不行 那太可怕了 她们都是恶魔 我不想因为我的女儿让她们拿上那些东西 再去害其他的人 让更多的母亲失去孩子 那样太痛苦了 董事长 你太善良了 我很感动 放心吧 我们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再来电话 你就答应她们的条件 想好了吗 老太婆 你们休想 你们听着 我是杨远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但是你们要保证人体的安心 只要你把我们的东西 保值保量地给我们送过来 我们救护去上海岛 那我们说定了 在什么地方交货 半个小时以后 在市郊的加油站路口 我们见货放人 珍娜 你马上打电话 把这儿的情况报告周庭 是 老大 这儿有你负责 好 我们先过去 好 你看 你去把箱子打开 把眼镜戴上 这玩意儿真不错 总经理 这个照相机又是干什么的 照相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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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远说 什么 没人 你听着 你就在那儿等一等 对 改了 改在城西小学 给你们二十分钟时间 这个混蛋 加油站在城东 现在又说是城西 时间根本来不及 杨远 喂 周天 你听着 在二十分钟之内 马上赶到城西小学 一定要准时赶到 上 上 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天 这帮家伙 在和我们玩呢 那我们就陪着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这帮家伙 从一开始就不守信 我早晚会抓到你们 抓吧 只要你们不放我自教 就叫你们来抓吧 我 杨远 他们又变了 在南郊的小树林 敌人在捉弄我们 那就让他们捉弄吧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还有什么姓花招 你看到了没有 堂堂的一个公安厅长 叫我牵着鼻子走 真是没有想到 董事长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 所有的结局都无法预料 最后开心的 还不知道是谁呢 你什么意思 眼看我们白脸计划的时间 一天天临近了 现在弄这么多警察在楼里 我们怎么行动 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收场 如果时间长了 他们还不走 就很有可能被他们识破 到时候 或是怕你萤火烧身 坏了大事 那你的意思是 赶快收场 让那些警察离开 收场 当然要收场 阿姨孤立自然会有办法 她当然有办法 不过现在她人在外面 又不能联系 怎么能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 我立刻和她联系 采取措施 我们的通讯设备 已经被监视了 你只能派人去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记住了 马上执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喂 车处长吗 是我 你现在把车 开到双眼池那里 路上不许停车 也不许和任何人接触 在那里 停着一辆车 你到那里把东西装上去以后 就可以开车返回了 但是现在你必须把手机扔掉 你现在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如果你想耍什么花招的话 阿姨孤立的命就没了 我知道了 我向来说话算话 我看了 我看了 你看了 我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请做好接应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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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把这两次录音 送到技术部门 马上进行鉴定 是